第七章 2011年3月16日 刚开始,比特币论坛上关于思路的回帖 寥寥无几 但这条帖子在黑客们广泛使用的四颤论坛上 备受关注 于是思路不断有新用户注册 订单也越来越多 3月中旬,有超过150个注册客户 这个量已经超过了罗斯的能力 他不断找朋友来帮他解决编程方面的问题 以应对这么大的网络流量 3月15日,他的网页当了 他急匆匆地向朋友理查德,被资求救 我愁死了 今晚就得恢复网页 罗斯写道 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弄 理查德回帖 我真希望我懂,罗斯回帖 先喊布什尔州一家有名的自由意志派的电台 有一位主持人,叫伊恩,福里曼 他主持的节目叫直播自由谈 思路网站当机下线的时候,他正在直播 伊恩跟他的播音搭档通过盖文 安德森了解到了比特币 盖文经常听这个节目 他认为这个节目能让一些对比特币有同情心的人了解一下比特币 伊恩和搭档跟盖文一起吃午饭 听了都挺感兴趣,但还没有完全相信 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来使用比特币 但是,在不到两个月之内 因为接触到思路 他们的想法完全改观了 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福里曼说 突然间,我的兴趣被提了起来 福里曼跟搭档在直播时费了很多口舌 解释比特币和思路是怎么回事,怎么运作的 有人说思路是钟情举搞的圈套 他们极力反对 不过,两位主持人都说 思路是个全新的东西 促使比特币来完成一种交易 而这种交易即网上毒品交易 出于各种原因或企图 以前是做不到的 而且,网上订毒品 送货上门 或者送到一个租来的邮政信箱里 这可比在某个一案的角落 找人买毒品感觉好多了 福里曼一边直播 一边上思路看看 但发现思路当机了 他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他的幻觉 因为他不久前上去过 当时有151个注册会员 38的清单 有人最近给他送货 是从欧洲送来的 站在生日卡里面 这可是能够好好利用 比特币的独特性质的地方 也可以帮他发展壮大 这是最能用上比特币的地方了 福里曼说 第二天,罗斯已经把网站恢复上网了 也听说了昨天广播的事情 他给理查德 被子写了一条信息 惊喜交加 你像全美国广播时 讲了我的网站 罗斯在聊天室里对理查德说 这简直是疯了 你得帮我保密啊 兄弟 罗斯补充道 我谁也没说 也不会说 理查德回复 我知道可以信任你 罗斯回复 那天 听福里曼直播说起思路的 还有一位听众叫罗杰福尔 是位美国企业家 住在日本东京 李马克 卡佩雷不远 罗杰跟其他的比特币风云人物比起来 家境好多了 他在海湾区长大 有一个姐姐 养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打MTGOX 这种制谋游戏 打得非常自然娴熟 他打得太好了 竟然参加了一个业余的巡回竞赛 他本人还是摔跤队的队员 他和弟弟还是汽车发烧友 花好多时间调试他们的爱车 罗杰开水星卡布里 他弟弟开野马 罗杰20岁的时候 就报名要竞选 加州自由意志派的众议员席位 他说他一辈子都不会拿政府工资 竞选期间 罗杰被联邦警察抓了 说他违反病重害防治报告2000 因为他在EB上出售爆竹 还有害虫驱除剂等 那些东西都是他有够来的 他和律师坚信 联邦警察是在报复他 因为在竞选中 他说了联邦警察的坏话 说他们是杀人犯 他是唯一被指控 违反病重害防治报告2000的人 而且 检控方毫不留情 这可是重罪 他屈服了 表示认罪 最终服刑十个月 这次的经历 把罗杰的自由意志派的理念 从政治目标变成个人的突围 他觉得政府想搞他 在监狱里 他自学了日语 假设期一过 他马上飞往日本 开始一种没有美国政府的新生活 在日本一切井然有序 他非常喜欢 除此之外 他对日本女人钟爱有加 这一次 他回加州看望亲人 有一天在吃早餐 他用iPod听着直播自由谈 一个月前内容的回放 他听到了伊恩介绍比特币 他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他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 许多比特币的狂热分子都说过 当他们被比特币迷上的那一刹那 他们的心里有一股异常的冲动 但他们都没有像罗杰这么极端 他还在听着回放 就在餐桌上打开笔记本电脑 开始找寻关于比特币的一切信息 直到第二天早上 他看了一整天资料 对于这种能够避开政府监管的经济系统 陷入一种无比的喜悦 他小睡了一会儿 又开始看资料 看了好几天 直到精疲力尽 喉咙发紧 好像是要生病的感觉 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朋友送他去医院 医院给他输液 里面加了抗生素和镇静剂 可能是这些药的作用 他躺在医院的床上 觉得自己找到了等了一辈子的净土 就像是自由意志派的印第安娜 琼斯一直在找寻的高特峡谷 在罗杰开发出自己的市场中心理论之前 他早就知道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了 他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里有个美女老师叫林迪 于是学校里兴起了一种叫 林迪币的校内流通货币 大多数同学以为这种钱跟真钱等值 于是罗杰就垄断了市场 他用林迪币买下所有打折的爆米花 和巧克力饼 然后抬高价格出售 大家很快就屈服了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手头的林迪币别无其他用途 在库比蒂诺就读德安扎学院一年级的时候 互联网科技泡沫破灭了 罗杰搞了一个公司 叫做记忆处理 延价收购破产公司的电脑硬件 他把这些硬件集中起来 放在网上卖 商业好得不得了 因此大学第二年他就辍学了 他听说比特币的那一年 他的公司已经有30名员工 每年的销售额约1000万美元 他开着兰博基尼加拉多跑车 住着东京商业中心涩谷地区的豪华公寓 2011年4月 他从直播自由坛上听说比特币不久 就以他的财力 大举进军比特币市场 他往节德之前在纽约开利的账户里 打了2.5万美元开始买入比特币 三天之内 他的订单就控制了市场 并把比特币的价位提升了75% 从1.89美元升到3.30美元 在买入比特币的同时 他还在比特币的论坛上 介绍他的电脑硬件公司记忆处理 并立刻开始接受比特币支付 他在直播自由坛上 关于记忆处理的定期广告 也改成比特币的广告 那是他从论坛里 集思广义整出来的 不久之后 他在硅谷的高速公路上 立起黑底金字的大型广告牌 公司网址上方写着 接受比特币支付 比特币的标识巨大而醒目 论坛里的人都高兴坏了 靠 我爱死比特币了 一位网友留言 及时雨啊 另一人说 罗杰说 他还要继续努力 我保证 我会尽我所能 通过广告牌 全国广播广告等方式 帮助比特币成功 罗杰的出现 跟主流媒体介绍比特币正好相遇 这是比特币的价位猛涨 也导致主流媒体有了更多的介绍 第一份报道是杰瑞 布里托在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他本人是乔治梅森大学 莫卡特斯中心的学者 他应邀来解释 为什么比特币很重要 守法公民可以自由行事 不需要被别人监视 也不需要别人规定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你想对维基解密 或其他非主流政治团提出典力吗 没问题 你生活在强权政府之下 而你还想买禁书或电影 容易 难怪电子前线基金会 把比特币当作对抗审查的电子货币 几天之后 福布斯也发表了一篇长文 来积极地介绍比特币 指出这种虚拟货币冲破国界 不用把钱存在银行里 而是存在自己的硬盘里 并且可能对大多数比特币用户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 无论美联储决定要不要印钞票 都不会影响比特币的价值 在此之前 比特币都是靠这些编程人员 使用比特币程序来保持运作的 现在更多人被吸引了进来 就像罗杰福尔一样 他们虽然不懂编程和代码 但是比特币所能带来的政治可能性 就已经足够吸引他们了 中本聪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彻底消失 从12月开始 这位比特币软件开发者 就再也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帖子 但是他和几位程序开发员 保持着电子邮件联系 其中有盖文 马迪 还有麦克 何恩 他是封锁维基解密行动之后 加入的瑞士人 谷歌编程员 4月底 何恩非常客气地向中本聪询问 他会如何参与今后的发展 他写道 你是否有计划重返社区如修改编码 或者你要永远避开聚光灯的照射 中本聪回答 我已经在做其他事情了 他 比特币 在你 盖文和其他几个人的手里 很好 几天之后 中本聪给盖文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口气不太高兴 因为盖文最近接受了一个网上电台的采访 中本聪写道 希望你不要一直说我是个神秘的影子人物 媒体已经把我描绘成一个盗版货币的角色了 盖文立刻回复 说他知道了 他还说 他收到中央情报局的邀请 让他去聊聊有关比特币的事情 他说他可能会接受邀请 他写道 我希望通过直接跟他们对话 更重要的是通过聆听他们的问题和顾虑 让他们接受我对比特币的想法 这是一种简单 高效 不太受政治影响的货币 中本聪没有答复 盖文想 比特币要和美国政府最强势的部门过招 这想法一定让中本聪退币三社 在中本聪发给马迪的最后几封电子邮件中 他让马迪完全接受Bitcoin.org这个网站 我已经在做其他事情 今后可能不会来这里了 这是他五月初给马迪写的 在那之前 他已经把这个网站转交给了马迪 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马迪担负其网站的责任 不过 现在他也几乎没有对比特币的网站 做任何事情了 比特币的价位不断上涨 他把自己手头的两万个比特币卖掉了大半 在赫尔辛基买了一套不错的公寓 马迪和中本聪都认识到 比特币社区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 已经不需要他们两个人了 主流媒体开始大举介绍比特币 很多重量级人物也纷纷开始关注 这是那些早期就接受了比特币的人 等待已久的一天 五月中旬 比特币的价位逼近十美元 比特币第一次被当作一种交换媒介 来购买真实的物品 尽管是非法的 这得归功于思路网站的贡献 但这还不足以给比特币 带上真正货币的桂冠 因为比特币还缺少几个要素 在2009年到2010年间 尽管情况还不明朗 但比特币满足了货币的一些定义 一天早上 盖文在网上聊天是发了一个帖子 说我老婆不再说 我搞的是虚拟货币项目了 但是对此事盖文没有太在意 他不鼓励大家去买比特币 也不说比特币的价位会上升 虽然大家都这么说 他向老婆保证 他会继续从事这个项目 但他不会再花家里的钱了 很明显 盖文此时已经非常清楚 比特币的价位和力量 已经不需要依赖其代码的力量了 人们使用这种虚拟货币买卖东西 这已经超出了代码的设计服务范围 另外情况也迅速明朗化 这些服务已经无法应对 快速壮大的用户的需求 远在东京的马克 卡佩雷几个月前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孩 那是在他公司的办公大楼里 而不是在酒吧里认识的 现在他刚结婚还在度蜜月 面对比特币的新情况 他不得不飞回来应对黑客们 对MPGOX网站发起的阻断服务攻击 黑客们说 只要马克付5000美元 他们就停止攻击 马克对他的用户说 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 跟网络恐怖分子没商量 但是 针对这个普通规模的攻击 马克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建立起保护机制 在德克萨斯州的罗斯 已经把他的旧书店给关了 全新铺在思路上 他晚上干到很晚 疯狂地重新编写网页代码 以应付流量和已经对他发起的黑客攻击 思路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个注册用户了 是两个月前的十倍多 五月中旬 为了让新的版本上线 他的网站必须关闭几天 那是他最难熬的几天 他在日记里写道 要把一个活跃的网站更新到一个新版本 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知道有多少层面的小事情 一件连着一件 才使得一切事情可以顺利地进行 至少你自己像很多别角的编程员那样 干过你才知道 所以 那48的小时当中 我起起停停 最终把新版本搞上线了 思路网站关闭的那几天 比特币的价位稍稍回落了一段时间 这说明 在那个时候 思路对这个虚拟货币有多重要 思路的用户到比特币网站的聊天室里询问 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可以买到毒品 最后 思路又上线了 比特币的价位立刻反弹 6月1日 八卦新闻网站高客 发表了一篇关于思路的深度文章 采访了几位从那里买到LSD和紫乌大麻的人 说网上有340种产品 包括黑胶油海洛因和阿富汗大麻 真正的疯狂才刚刚开始 这篇文章刚上线后的那几天 上思路注册的人数每天几千人 MPGOX交易网上比特币的价位直线上升 文章发表的那一天 价位第一次超过10美元 两天后突破15美元 许多网络旁客们都想拓展黑市 以创造匿名的货币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有些网络旁客就谈起过建立数字思路的想法 但是 现在这个思路真实地出现了 还在比特币社区掀起了不小的波浪 喜忧参半 对思路 马迪很欢迎 罗杰能接受 但是社区里更喜欢技术 而不是搞政治的人说 这是给比特币社区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 有一个叫杰夫 卡吉克的人是北卡罗莱纳州的程序员 他一直以来对比特币程序 做出过很多贡献 盖文此时对他远远地保持距离 盖文对他说 由于在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记录 比特币目前跟大家所想象的不一样 太显眼了 当然 虽然区块链没有署名 但是卡吉克也知道 如果警察进行复杂的网络分析 是能够确认使用者的身份的 卡吉克写道 考虑到目前执法中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技术能力 要试图使用比特币进行非法交易 那真是大傻瓜 卡吉克在跟其他程序开发人员的交流中表示 他不太担心那些在思路上的人被抓 他更担心的是如果思路继续发展 他将带来更多负面的关注 6月5日 卡吉克最担心的人物出现了 纽约州的参议员查克 舒默召开大型记者会 强烈呼吁取缔思路这样的无耻商家 要检控方把这个网站给关了 他对比特币的评论是 这是网上洗钱隐瞒资金的来路 隐瞒买卖毒品双方的身份 舒默参议员的话 被媒体大肆引用不但没起作用 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兴趣 比特币的价位像希腊神话中的 伊卡洛斯一样 在两天内攀上30美元的高峰 比起两个月前 这是600%的增长 比起六个月前 这是9000%的增长 思路的注册会员也达到1万人 罗斯的投资现在已经完全回本了 买蘑菇收入1万7千美元 收取别人买卖东西的用金 赚了1万4千美元 但是首都华盛顿传来的消息 让罗斯文风丧胆 我的精神本来就紧张得很 现在我更是感到万分脆弱和恐惧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的主要敌人 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我了 有人已经下令要把我灭了 这是地球上最强悍的组织 六月中旬 罗斯把网站关了 稍稍休息一下 他在比特币论坛里说 他的小小实验 近以来如此巨大的关注 我们会尽力先逃出探照灯的照射范围 希望在今后 比特币的优点能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但是对普通的比特币公司 情况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思路关闭的同时 马克 卡佩雷也有4天的时间 不能从MTGOX网上取钱 这情况让比特币的价位怎么上去的 就怎么下来了 但是 即使尘埃落定 价位还是在20美元上下稳定了下来 整个氛围都不同了 比特币社区里年轻人的那股无邪的天真 已经当然无存 就在几个月前 甚至几周前 论坛和聊天室里的气氛 还是一个温暖的全球大家庭 所有的主要人物 好像什么时间都在网上有联系 而如今 大家好像都太忙 或者都被目前的负面能量所笼罩 MTGOX网站的用户都来比特币论坛 抱怨马克在交易网站应接不暇的时候玩消失 交易都给耽误了 在聊天室里 几个新来的家伙想要挑战MTGOX 于是在网站上大骂马克和他维护网站的方式 不断有迹象表明 马克在维护这方面确实有点慢 5月份的时候 他匆匆做了个决定 把MTGOX网站的办公室 搬到一栋比较昂贵的办公大楼 但到目前只找到一个人 愿意冒着风险来参与比特币方面的工作 节得 麦卡雷向马克建议要如何改进网站 但马克从未答复 比特币社区里的紧张气氛 大多是因为有太多好事的人 还有喜欢闹事的人 老在聊天室里说一些傻话 6月份 论坛里注册的新人达到15000人 这个数字是原来会员人数的两倍多 论坛里的新帖数高达15.2万 比特币社区原本应该是 没有中央最高机构的社区 由参加社区的人来支持 在此之前确实是这样运作的 因为参加的人都盼着这个社区成功 但是 如果现在加入的人不这么想 那怎么办 是不是需要有权威人士来介入呢 如果需要 该是谁呢 跟盖文一起共识的几位 主要的程序开发人员建议 论坛的版主需要更积极地管控论坛 甚至 如有需要 把论坛从bitcoin.org网站上移除 这样的话 所有在论坛里的发言 就不会像是比特币社区里 说出来的正式话语 马迪是获得中本聪首肯 可以对网站做最终决定的人 他对目前的一些改变 也觉得不自在 他一直在逃避 只要论坛里没有违法的交易 他不愿意决定 论坛里什么能讨论 什么不能讨论 像这些大众在争论的事情 盖文通常都避开 他知道 没必要跟他们争论 他悄悄找了个简单的方法 针对比特币的进展 他创建了一个电邮圈保持联系 方便控制 这样的做法 圈子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很爽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 盖文去了中情局 在一个新兴技术会议上 介绍比特币 回来之后 他立刻跟论坛报告情况 他说了什么 中情局那边的答复等等 中情局的人好像听完 都觉得很有意思 论坛上好多人 支持他去中情局介绍情况 也有人反对 他们之间的一些讨论 很快就被一些更大的问题给淹没了 比如 创建这个社区的人 能有技术继续维护下去吗